大家好 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中国最强的办公室巨头 著名企业家潘石屹张欣夫妇 创立SOHO中国 今天是炸了 最新消息 公布了财务报表 显现了中国最强的 遍布一线城市各种综合体 黄金地段写字楼最新的出租率 惨不忍睹 而且宣布了全集团 全部全员减薪的消息 我们可以一起来重点关注 分析一下 看一下 现在中国写字楼 那就是大崩溃 而SOHO中国背后 那就是中国千千万万的高级的企业 那就是一流的企业 才租得起SOHO中国的办公室 以前想租做SOHO中国的办公室 那都是要排队的 不给个红包 不搞点关系走后门 还租不上SOHO中国的办公室 以前是非常抢手 所以为什么我们专门挑出来重点分析呢 就是它代表中国经济 那现在是不得了了 而这背后我们也从这个事情 我想专门分析一个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呢 这个人的这个性格问题 他这个性格问题 我为什么会从SOHO中国 潘石屹 大家就知道了 潘石屹 这种恩怨情仇 然后就会我们就了解 回头看了 就看得出来 从最新SOHO中国这个股价 看得出来习近平这个人 那真是非常小气 而且是他很情绪化来做事情 就是他就根据自己的一种直恋 还有偏见 还有一种那种认知呢 他就不管实际情况的操作起来 往往把事情搞得很杂 那为什么我这么讲 我等一下会说一下这个SOHO中国的历史 还有潘石屹 大家就知道习近平 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十几年 那个大国国家里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风雨飘摇 在香港问题 在比如这个股市问题上 为什么都闹得这么僵呢 以为要今天那个反弹一点点 我们还是大看大趋势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反弹 神经性抽搐一下 不要当回事 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 都跟习近平的性格有关系 另外一头我们也会说说 同样习近平的性格 我们混在一起 就来分析 也是说到梅西 球王梅西在香港辱华了 现在辱华了 直球辱华 那个李家超啊香港 哎呦 就是想哎呀 球王梅西啊 想就树立国际 这城市形象 好不容易请到个球星过来 哎呦 我这个握握手 谁知道球西要到就走 全程不给李家超好脸色看板脸 怎么啦 你有本事国安法的搞不啊 你试试看看呢 是吧 梅西啊 这个这样辱华啊 我们可以配合之前 那么K什么K博士啊 这些事件我们的看起来 哎 有点意思啊 就是现在啊 中国在他 在包括香港这些高官 他完全一个工作做不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呃 他在国际上越来越不能受到尊重啊 这是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凑在一起看 看他的这个运作政权运作的问题 包括其实今天那个什么周庭又通缉 其实都都有关联啊里面 然后也会说说惠州啊 惠州你看大规模罢工了啊 惠州大规模罢工 我们混在一起说就中国现在很多问题啊 呃 他不只是这股市只是这几十个问题里面的其中一个啊 啊 那我们先说这个办公室啊 办公室因为他连接整个是这个经济的情况了 所以我觉得我支持着我们放在第一位来分析的啊 啊就就在这个前两天啊 受中国董事长徐静啊 就是潘石屹就辞职了嘛 啊就为什么辞职 我们等一下说啊 这个有有些网友不熟悉啊 啊到了年末啊 我们然后他就在2024年年会上面致辞啊 宣布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啊 在联会上面宣布集团全员减金全部人啊 一个plug啊 全员减金啊 而这背后啊 那当然了啊 就是公司这个经营非常糟糕啊 这个SOHO中国啊 在2023年啊啊 面临着租金和出租率 双重打击啊 戴维斯双击啊 路易斯拐点啊 是吧 公司虽然及时调整策略啊 优先保证出租率啊 但是啊 截至2023年 这个数字仍然大幅下滑啊 公司的主营业务从租赁出租到出租率到租金各种下滑 哎所以这为这我们就看啊 这个从他就最新的这个动作啊 叫做全员减金啊 我们就看得出来呃 他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 第一 现在这一轮租金的下降 还有出租率的下降 他不是一个一两天 就算是这就有点跟那个 京东啊 前CEO徐蕾说的 这不是最起码 这就不是一个小周期 如果愣是要说周期 你可以理解为很长的周期啊 可能是几十年 很多人一辈子都过去了啊 很长周期啊 的一个影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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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潮兴衰周期啊 有的网友说是啊 这说也没错 黄潮兴衰周期啊 七七十年周期啊 七十年大线 是吧 哎嘿 有点误差 虽然啊 但也差不多啊 呃 所以短期间内呢 这个东西看不到头 如果你还几个月就到头了 底下的员工也不干了 是不是啊 现在是全员减薪 那就这个证明整个公司 它是下台阶 而这个下台阶啊 它是全面 可以这么讲 就公司从底下这个搞卫生的在这个写字楼里面 哎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SOHO中国啊 基本上是中国最黄金的地段 最好的写字楼啊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北京SOHO啊 啊 上海什么什么各种什么路加嘴啊 什么外滩啊 都是最好最好啊 这个就是就就是什么这个各种啊 各种好什么旺金SOHO啊 等等等等 那以前能在那里上班 那都是备有面啊 啊 在在旺金上个班都不得了啊 啊 那都比比开个model free呢 还是牛多了啊 实话实说 在以前可是不错的啊 那 就SOHO的物业 他不是说什么全是在一线城市了 全是顶呱呱的吧 连SOHO中国现在都沦落成这样了 也就是他预计 连中国的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 所以有的哎呀 说我身边又怎么样怎么样还可以啊 我们还是从数据啊 为什么我我经常有有很多啊炒这个炒那个 我看的很好 我看的不好 我们看这些啊 我们是有指标的 哎 所以小林财经啊 我自己就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一个地方 我我就是经常找到这些指标 特别客观 特别权威啊 特别没有争议 就是说谁有争议 那就他不专业嘛 是吧 你说SOHO中国的物业都不好 朱里告诉我什么什么 哎呦 三西又有很多汽车在街上走 这些都没有代表性啊 这些是有代表性的指标 还有就我我们之前整天说那个一些国际巨头 他在所有国家都有销量的 然后他指 然后我们看他单独中国区的销量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中国的经济的含金量 其实是可以分析的 可以分析的 很很容易分析啊 很容易分析啊 你说就哦 丰田的竞争不过 你比亚迪 聊不起来是吧 啊 且不说人家丰田的全世界卖得很好 是吧 呃 那那你不可能各个品牌都这样啊 啊 从从星巴克再到耐克再到 再到苹果再到丰田 各个里那里都不行 那你说是中国问题还是人家品牌问题 人家品牌不行还做的全世界都是 是不是啊 那肯定是中国的问题嘛 是不是啊 那那我所以这些指标是很好的 啊 啊我看全网就是小年财经有这么好的指标 那这里面啊 啊我们看到他说啊 到2023年底啊 是我们也做得不错了 他说实现了77.6%的出租率啊 宏观来看啊 啊也就3% 这是什么概念呢 啊 这就是史上最差了 对于SOHO中国来讲就中国一线城市最黄金的地段的最好的写字楼只租出去了77.6% 其他更差了什么二三线城市那都全部倒下了啊 所以现在他说我们招待费用啊几乎压缩到了零啊 然后全体员工自己也同意了啊减薪 然后过去这一年SOHO中国在保证服务的情况下努力开拓市场哎我说你看他开拓什么东西啊 啊华为这些还是新东西吗这些不是新东西 呃爱康国边是是是是个反正什么有些是牙医有些什么其实这些该进驻都进驻了啊 啊所以就他所谓开拓新客户我们看出来也没什么新客户 所以我们可以从SOHO中国这个这个联会上面这些信息我们看出来啊 就是现在都找不到方向 他说我们在挖掘新客户但是第一个就是华为 这是什么新客户啊 所以就就整个倒下 然后啊这些出租率啊 他说五北京五个项目里面呃在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有三个项目出租率连百分之六十五都不到 后来就做了一些工作才拉到七十七呃在二零二零年之前SOHO中国所有出租率都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有一定的控制那就是他他他他在筛选客户 你想就疫情之前SOHO中国都是满足 好的楼层好的朝向还要挑着人来住 所以就今年可以讲中国办公室还办公还有这个是这种这种经济大崩溃 大崩溃而除了SOHO中国他提供了一些数据就是上海现在二零二三年呃全市空置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呃 这个单的这是相对官方数据实质上可能更差啊 还有四邦卫里市数据啊显示北京协制楼空置率呃攀升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七的情况啊 这是二零零九年有统计以来最高的一个空置率呃有有很多地方 那估计他的调研比较正过一地方这他这个空置率都都比SOHO中国低啊 其实可能是比较客气啊啊呀他就是整统计口径是怎么样不好说啊啊 然后反正就有很多这个说其实一半都不到如果是二三线城市啊啊 所以整个市场长期都会很弱 呃 SOHO中国的股价呢也从4块6了就跌到现在只剩下6毛钱0.6啊 啊最讽刺的是我就是说到习包子了当年潘石屹是想把SOHO中国卖给什么卖给黑石集团 华尔街的黑石集团合同都签好了 合同都签好了 当时习近平不批准我就我就我就说说回历史啊啊 说回政治啊 然后我们我们对习近平留下一个印象 SOHO中国当时4块多钱 潘石屹有机会把SOHO中国卖给黑石 没卖当时谁谁不批准习近平不批准习近平为什么不批准 习近平要报复潘石屹为什么报复潘石屹潘石屹跟任志强好啊 啊习近平仇恨民营企业家不想让潘石屹全身而退潘石屹跑到美国去了 也要潘石屹的儿子也如花了 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他潘石屹的儿子被北京公安通缉 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那个时候什么什么印度那当时跟印度 然后当时呢那个事情呢反正有的人会有印象啊这个事情啊 潘石屹的儿子还辱华了 所以习近平一所以也是潘石屹就想转潘石屹转了之后呢在美国 因为他他他张欣早都是美国国籍 他他他老婆啊然后都是很好两公婆非常好啊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张欣的那那个那个人想很 中国这些人才不可多得 那也不知道算不算中国反正人家张欣啊 然后他也想退啊反正你也不惹我也不惹你 如果当初习近平批准黑石收购所有中国 中国就多了一大笔的外汇储备 所有中国把这个钱砸在这里 黑石就进来了 多了一个华尔街的和毕竟黑石如果涨啊 买了这么大批这个呃中国的写字楼 那你中国也绑定了跟华尔街的关系 对不对啊 然后黑石今天他就如果黑石进来了啊 现在黑石还可以帮中国的写字楼招商引资 所以当时习近平呢 呃 那是非常情绪化的就就就就把这个交易否决了 如果当时习近平通过这个东西 实质上潘石一也会感谢习近平 反正你你你你退一步我退一步 大家我就去美国里你就不要惹我 是吧 说不定还能回头帮一下中国帮一下中共 本来这个东西是多赢 但是习近平你看他就是搞成了多输 就是什么愣是愣是要 要脸啊 这这就习近平 从搜口中国我们能看出来这个这个习近平他就是这么把事情搞砸的 四块多钱不卖卖到现在六毛多钱 这就习近平 回头就说梅西哈 所以这个我这个这个要快一点 梅西求王啊 这个事情我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在网上看看啊 主要是侮辱了李家超啊 然后这个事情当初呢就宣传的到处都是很多香港人掏了钱买了门票 这个事情按理来讲香港群众买了门票的应该是找香港政府 这么大个事情你香港政府没有搞好的吗 没有安排好了吗 现在李家超一一一一踢就想把这个球踢给主办方 除了主办方你既然这么多高官去了这么多公务员收的这个工资不要只怪主办方 既然是国际盛事李家超也去到现场 为什么没有管好你公务员是不是没收工资啊 那相关什么这么多什么文体旅游局 哎那那怎么都不做事啊 然后回头说梅西梅西这次是给他颜色看看啊 梅西是高度疑似是不合作运动 为什么香港想给梅西七百多万让梅西给香港站台 结果梅西不答应这七百多万都不要啊 所以我们也知道阿坑廷选出来现在这个这个总统啊 那是有民意基础的啊 为什么选出来个强烈反社会主义的这个这个总统 那因为是你看的梅西也不也是不对付的 十分不同意这这像他也梅西一去到日本那开了花啊 这其实都看出来啊 但是他他反正他也是我受伤 但是人家就是不给你香港政府好看 这个梅西当时在中国大陆也是搞的不是很愉快 那不是一次半次的啊跟跟中国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实质上这独裁政府啊 大家以为他他做事情很周密啊很厉害 其实往往独裁政府的工作效果特别差 我告诉大家的感官上面哇独裁好厉害啊 我们独裁我都要造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他为什么就没把芯片造出来 为什么独裁国家全是穷困落后的国家 因为他实质上的这个工作效果很差啊 你看这底下这些为什么不好哦我我外包了我给了主办方 你看全是打工心态 你发现独裁体制底下的人都是打工心态 你包括通缉周庭 原来他们真不想周庭出去 当时一堆人以为他有大七八九六四放人了 结果不是他真是工作疏忽给他出去 现在又要通缉工作效果极其差 现在又有我很厉害 最终还终身你共产党还有几年呢 我都不好说啊 所以你香港李家超还能做几年呢 你们自己电量电量人家周庭才二十 二十几岁你们算了啊 我就假定周庭到时候活八十岁 八十几岁且不说现在很多都五六十年之后 你们慢慢的李家超你们都不在了 习近平肯定不在了五十年之后习近平还在嘛 所以这就是外面的人反正现在跟中国也是不对付 你请个梅西过来以为砸钱就行了 没想到人家梅西也是有脾气的 是吧 我在说了香港很多观众也受损 香港观众啊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出门就找市政府啊 啊就找李家超 我你们政府怎么做事的啊 啊是吧 你在文体旅游局怎么做事的啊 不要只说主办方啊啊 啊你们好像出钱一样了不起啊 你们也是收老百姓税金的啊 文体旅 不要说的文体旅游局好像个老板一样啊 文体旅游局也是给老百姓打工啊 对吧 所以这个香港梅西这个事件我们主要是看出来 现在愿意跟中国共产党就做一锤子买卖的都越来越少 梅西说实话它是也是做生意的 人家踢球踢了这么多年现在反正 但是人家也是接接广告什么说实话 啊人家也不赚你这个钱 觉得可能赚了香港的钱 它 它是有大局观的 这种国际一流的球形人家不是赚你这七百万 人家是珍惜自己的国际形象的 所以 一枚西是有格局的 我只能这么讲 七百万靠边站 你香港政府 所以也是看出来越来越走不出去了 中国啊 这个足球也是踢的全球最差 啊 里面啊 再说里面啊 里面 就是说出状况了啊 惠州大罢工这个事情啊 我们也是来聊一聊 所以几个事情 惠州大罢工啊 啊 因为公司拖欠 广东省惠州市啊 我就没想到广东惠州这个地方还是可以 也出现了惠东县大领镇环卫工人 发起罢工 现在整个城市到处也到处也生沃拉基 啊 都不是一两个城市了 不是两个城市啊 他这这环卫工罢工瞄准的是什么 他们也很聪明 瞄准的就是过年 我让你过不了这个年 哎 这群环卫工还是还是很聪明的啊 但是你想想 现在连惠州都给不出钱 之前是什么潮散的相对比较比较 比较四五线的地方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荷兰啊 现在是广东都不行了 广东这个惠州这个 但是竟然呢都发不出工资 连个环卫工都搞不定 你想想究竟有多差 而且哦 采取罢工这种形式啊 现在老百姓也是越来越有脾气哦 告诉大家啊 一方面是到到美国日本印度大使馆那里留言 啊 现在啊 中国老百姓也是越来越跟共产党是没有什么耐心的 你押共产党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钱钱到位 一定要让我们股票到位 不到位 所以谁跟你什么什么共产党 谁跟你爱国啊 马上冲塔 马上翻脸 啊 啊 啊 底下这些没有 我们又不是党员 我们又不是什么 你要是这个不到位 我就管你那么多啊 是不是啊 外面人要给钱都不要 现在没戏啊 所以中国共产党 所以习近平啊 那是自己你看一手把自己的搞得现在乱七八糟 啊 我主要说习近平根本其实是搞不定 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的 打开小铃铛 拜拜